好好手感微笑市集 是2013年從宜蘭起家 擺攤致敬已邁入了第五個年頭 宗旨是希望提供首座攤友們 一個良好的市集環境 我們從2013年的11月開始辦第一場在宜蘭 我們從宜蘭發源起家的 那我們會辦市集主要原因是 我們當初也是攤友 我們也是攤友 也是在到很多市集擺攤 但是因為擺了很多地方 我們有感於就是說 很多市集的場地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的友善 我們想像中有點落差 所以我們想要辦一個比較友善 所以攤友比較友善的一個市集環境 我其實開始市集的工作大概四年左右 然後再好好的話大概三年了吧 我們再參好最大一年兩個月多 其實市集是這樣的東西 就是那個主辦他怎麼規劃活動 會影響那個市集整個氛圍 同樣一個地方可以把它擺得像菜市場 然後也可以把它擺得很有味道 那這個主辦我是覺得他還滿用心的 他每次在舉辦市集的時候 氛圍我覺得弄得很好 我們會覺得他有市集他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都會跟歷史的經典結合 像是新北投的車站 或者是紀州安等有一個文學森林 那都是日式的建築在旁邊 就會覺得格外有氛圍這樣子 再來就是他會想一些辦法去鼓勵民眾 跟創作人買東西 像他每個月都會找插畫家畫一些明信片 其實那是個小東西啦 說真的不值什麼錢 但是就是有點鼓勵民眾跟我們買了東西之後 可以集點然後到服務台換明信片 其實無形間就是鼓勵了大家跟我們買東西這樣子 然後加上他有時候會有一些週年慶活動什麼的 或是有一些主題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次是復古工 然後我們就硬是把桌上的東西弄得很復古啊什麼 就滿好玩的 可以玩一些遊戲這樣子 我們喜歡參加市集可以在市集裡 同道遊客 那客人在我們這邊前面選購 然後我們喜歡由溫度的提供給他們 因為我們的店員有一手做的 所以喜歡面對面的接觸 最後發起人阿瑞他也提到了 他對市集品質的堅持 和對市集經營的理念 其實我們照目點數上面每個月 都會有一個公布照目的辦法 那我們照目的會跟一般市集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你必須要繳繳除了你的作品的照片之外 然後還另外繳繳布置的照片 看位布置的照片 我們才能夠知道你的東西的識別度 獨特性高不高 還有就是說你整個攤位的布置 跟我的市集的氛圍會不會太違和 一個純手作的市集 所以你在我們市集上看到的都是一些 比較偏手作藝術的 批發的 店家的這我們都不收 這個是主要就是說想要福祉一些小品牌 讓一些小的品牌的手作藝術工作者 能夠有一個品牌曝光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剛之前有說到就是說 我們只收純手作的 批發的還有店家 這是我們不收的 這是我們主要市集想要傳達的意念 記者莊君玉採訪報導 LES 感谢观看